瓦拉米山峰河谷地带在22号傍晚传出 有6位虫市西匠运动民众因为河谷西水暴涨受困 玉里消防队获报后也立即上山 与正巧在附近进行受训的东搜分队前来支援 摸黑把受困的6位西匠人员平安救出 山区天思昏案 瓦拉米山峰下方的拉哭拉哭西西水暴涨 一支6人的西匠队伍无法渡河受困对岸 于是向外求救 玉里消防分队接获报案后火速集结 整庄入山救援 在这同时才刚成立一年的民间三难 搜救协会东区分会 就正巧在下游南岸瀑布进行山域搜救 结训测验获知消息后也即刻支援 他们在西江山洞和河桥 然后过出拉哭拉哭西的时候 过不了西区受困了 那想说我们就刚好就学院的装备 技术都刚接训 然后还有些教练都还在 那我们就四个就立刻出发去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 有部分人在对岸 东搜救难队先行将受困拉哭拉克西对岸的三人带回后 接着由消防人员顺着滚滚溪流以中摆方式将最后三人给顺利平安的接回完成这项救援任务 但因为水流过大另外三名就收困在对岸 那我们上去的时候有带水域装备跟绳索和器材 那在现场做一些架设跟水域抢救百度的方式 再将另外三名带回 近几年来其实西江已经变成一个盛行的风景 那也希望民众在出发前要量力而为 就是自己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跟状态 那天后的部分其实都是一种讨论的因素 如果真的天后不稳定 也希望民众呢取消这样的活动 毕竟人活着什么活动都可以进行 政府山林解禁后除了登山溯溪 闭馆出瓦拉米山峰地区山谷飞铺也成为了溯溪西降运动的热门地点 22号晚间六位慕名而来西江的民众 因溯溪水暴涨困困 虽然都不难拯救 不过月明月上一旦出申请 早已完全能对开罚 华林县教防局也特别提醒 山区气候多变 应注意活动路线 民众活动前应一规定进行申请 并衡量自身能力量力而为 做好万全准备随时应变 才能避免汗事的发生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导 打开网站的